灾害现场的实施二维建模,数字程式三维模型,基于三维模型的图放量计算等等,这些模型是如何重建的呢? 它们都采用了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。 摄影测量是通过摄影将三维的物理世界转变为二维影像,再由二维影像获取三维空间数据的技术。 这种技术是如何实现的呢? 一,通过无人机机空摄影获取物体的多视角照片。 二,计算机对获取的多视角照片提取特征点。 特征点已闻为照片中的角点、边缘等辉度值差异较大。 通过对拥有同一特征点的三张以上的照片进行三角运算, 获得特征点空间数据,对得到的数据误差运算, 校正照片的位置和照相机。 三,校正完毕后,对照片进行逐像素匹配运算, 生成稠密点云。 将点源中的三个点连接成三角网, 形成初步的模型。 然后,对模型进行平滑处理, 得到最终模型。 模型对应照片的本理信息映射到模型上, 而生成实景三维模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